家一名就读护专的18岁夜姓女护专生 一号深夜打完工下班 准备骑车回老家探望中风的阿嬷 结果在途中走转的时候 被大货车撞飞 重伤宣告不治 阿公跟中风的阿嬷得知消息之后气不长生 阿公悲伤地说 孙女非常的乖巧孝顺 为了能照顾阿嬷 还毅然决然选择长照专长 怎么会知道当晚下班之后 竟然遇上了死结 从此天人永隔 深夜一名机车骑士行进闪灯后置 正要左转通过路口 没想到下一秒一辆大货车 慈好没有减速 一面将它撞飞倒地 巨大的撞击力道 女骑士更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还好吗 救护人员货爆火速抵达现场 将人送一急救 车祸发生在嘉义县水上香 一号晚上11点多 死者是18岁的夜姓女大生 骑车行进家普公路 遭大货车撞击身亡 而她当时是打完工 正准备要去找阿嬷 却遇上横祸 听闻二号阿嬷哭到气不成声 阿公更是万般不舍 据了解夜姓女大生 就读于嘉义县某户砖 为了贴补家用 平时下课都会打工 当天为了探望 长期卧病在床的阿嬷 才会在下班后骑车回家 没想到却遭遇死结 警方表示当时路口为闪灯 怀疑大货车超速因此酿货 转转转都没有 测速照相 再来她的寒索 在后台那时是50 来到这里变70 车速非常快 经警方初步调查 没有酒驾的情势 详实驾驶讯后 疑过失致死罪 移送法办 详细详实原因得进一步厘清 但无奈一场车祸 让白法人承受送黑法人之痛 记者蔡成文家一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